在下半場18分鐘打開記錄 雅各的全中,門前竟然大漏 遠處無人看管亞藥,輕易送過波人網領先1比0 不過他們只是開心了8分鐘 楊正光開出國球 陳豪文的頭一批,還遠處入網 港隊追成1比1 在原場前摩亞和阿布利亞發生爭執 各領第二張王牌 雙方之後都以10人應戰 結果香港和巴勒斯坦打和1比1 亞洲電視記者張志豪報道 而卡塔爾大勝馬來西亞5比1,李嘉聰報道 深色衫的馬來西亞在開賽9分鐘 憑著他力主射的一個滑球先開記錄 1分鐘之後,卡塔爾就亞安娜斯攀評價 完半場前8分鐘 亞安娜斯為卡塔爾犯超前2比1 換邊後4分鐘,亞丹在禁區犯手球 馬來西亞就打小國 巴斯利惠球隊贏到3比1 亞安娜斯今場就大演武指氣發 最後亞坦美衛卡塔爾埋齋 大勝馬來西亞5比1 經過第一輪比賽之後 卡塔爾暫時排在保守 亞洲電視記者李嘉聰報道 香港的理智和奪得第一屆 亞洲陸上兩項 宇宙很緊張委員的人身安全 事前通知各個委員 出入要小心法輪功分子 那些工作人員就會忙一些 叫我們自己留意 也就可能有些法輪功的人在這裏 就是要 法輪功組織在香港的活動也很關注 我們相信特區政府可以 美國兩制的方針 基本法和香港特區的法律 處理在香港法輪功的問題 內地的政協委員 即是當日寫文章批評法輪功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士何作優 昨天提過要提案取代香港法輪功 不過又香港的委員就說沒有這樣的必要 香港政府是高度自治 一國兩制之下應該由他處理的方式 他說要看過提案的字眼 只決定是否支持 無線電視記者莫宜端在北京報道 副總理前期深應美國政府邀請 將會在這個月18至24日訪問美國 到時會和總統喬治布殊會面 廖中平在北京報道 外交部的消息說 前期深在訪問美國期間 預計將會和總統喬治布殊會面 不過更重要的是 會和國家安全顧問萊斯 國務卿鮑威爾 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 舉行會談 今次也是兩年前 總理朱鎔基訪問之後 最高層的中國官員訪問美國 預計雙方會就中美關係 美國賣武器給台灣 和美國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等問題 舉行詳細討論 而正在北京參加人大政協兩會的 解放軍高級將領都認為 如果美國真的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 將會是對全球的一種威脅 那是肯定的 我們是反對的 應該說是世界的威脅 那咱們有什麼應對的辦法 不只是不敢 不過解放軍的將領說 中國有自己發展國防的計劃 不會就單一議題 特別增加軍備害節 無線電視記者 廖宗平在北京報告 稍後回來會報導 南韓火警燒死16個人 其中6個是消防員 英國廣播公司倫敦的總部發現炸彈 世界杯外圍賽 香港巴勒斯坦一比一打和 火警 6個消防員被塌下來的瓦力壓死 黃斯文報導 消防員趕到漢城西北部 一座兩層高的磚屋救火 當火勢受控制之後 間屋突然倒塌 壓住9個消防員 救援人員用了3個小時 才救出所有消防員 但其中幾個人 救出來的時候已經沒有了知覺 救援人員立即將他們送去醫院搶救 結果6名消防員殉職 另外3個人重傷 初步相信 有人因為家庭糾紛中火 導致這次意外 另外在漢城南部 一間溫室發生大火 10個在溫室裡面睡覺的人 被有毒農煙焗死 初步估計是電暖爐過熱引致火警 但還未知他們為何在溫室裡面睡覺 無線電視記者黃斯文報導 但炸彈在未引爆之前 就自己爆了 用高度爆炸力炸藥造的炸彈 威力非常強大 碎片炸到周圍都是 而且還引起一場小火 震盪除了令廣播大樓外場損毀 亦震須一公里外建築物的玻璃窗 而爆炸發出的巨響在11公里外都聽到 爆炸的時候一個鐵路工人受慶傷 警方說他們是在當地時間昨晚11點多 收到兩個電話的炸彈警告 立刻通知英國廣播公司總部的職員疏散 蘇格蘭的反恐怖組織懷疑 炸彈是爭取北愛爾蘭獨立的愛爾蘭共和軍 一個激進派系放的 亦可能和去年9月 軍情六處被炮彈襲擊有關 倫敦近日接二連三發生炸彈爆炸 上個月一個14歲的男童 被一支藏了炸藥的電筒 炸盲和炸斷隻手 無線電視機就在陣影說報道 燒和冒出濃煙 炸彈山落在田野上面 機上載有的三個機員和18個 國民警衛隊員全部都離難 由於事發時政下著大雨 不排除意外和天氣惡劣有關 總統喬治布殊已經致以心致的哀悼 軍機由佛羅里達州起飛 將接受完兩個星期訓練的 國民警衛隊工程隊員 送回菲吉利亞州的基地 在途中出事 軍方人員到了現場 調查軍機墜位的原因 出事的是屬於C23型雙引擎運輸機 可以在短距離升降 飛行紀錄一向良好 適合在惡劣的環境中操作 就算其中一個引擎壞了 也都可以靠另一個引擎飛行 無線電視記者方議庭報道 劉仁清交給港體育 謝謝 2002年世界盃 亞洲距足球外圍賽第三組 進行了兩場賽事 香港一比一迫和巴勒斯坦 上半場雙方的射門次數不多 下半場踢到17分鐘 巴勒斯坦就憑著一個有月位之嚴的佛球 拿到領先優勢 亞若撥入空門 香港隊在10分鐘之後迫和 趁浩文頭錘接應各不中主彈入 到了下半場的40分鐘 兩隊有各小一人 巴勒斯坦就因為亞布里亞 累積夠兩張王牌被捉 而港隊的摩亞 就因為蓄意撞人要紅牌離場 結果香港隊維持1比1的比數 下場會對著馬來西亞 巴勒斯坦就對卡塔爾 而在較早的一場 卡塔爾就大勝馬來西亞5比1 馬來西亞的他力射過炮彈式罰球 上半場9分鐘 仍然被認為是同組實力最強的卡塔爾1比0 仍然不可以掉以輕心 因為1分鐘之後 亞安娜斯已經將比數攀平 這位卡塔爾的9號球員在36分鐘 更加射成2比1 下半場的5分鐘 馬來西亞的西奴禁區內犯手球 領紅牌出場 他們兼且被罰12碼 巴斯利射成3比1 而卡塔爾的亞安娜斯 就最強的連中三元 4比1這球入得最漂亮 對戰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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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片 配備更多 快便在兩晚上今天 第一次會接受 對戰爭的 離職 三下這天 日本洞 龍醫院 佩奧 突然在四方 極 важно 相當立刻 they gave the letter to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hinese passengers aboard JAL flight 782 but the passengers said the delayed apology is far from sufficient we don't see anything concrete in the letter we hope Japan Airlines can come up with some concrete measures to rectify the situ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we'll maintain our right to take legal action more than 100 Chinese passengers said they were mistreated when they stayed overnight without food and water at Osaka airport seeing other passengers get better treatment they later decided to file for compensation from JAL charging the airline with racial discrimination the letter says the JAL staff deeply apologizes for not having been able to provide due service to delay Chinese passengers because of the airlines ineffective emergency measures it also pledges to conduct a full-scale investigation the Chinese consumers association continues to apply pressure on Japanese carmaker Mitsubishi to repair its defective SUVs free of charge the association on Monday once again pressed Mitsubishi Motor Corporation for a concrete arrangement at the start of February, Mitsubishi announced it would take back all its Pajero V31 and V33 sports utility vehicles and repair them however, China's consumers group says the redesigned brake cables fall short of automotive safety standards it is estimated there are more than 70,000 Pajero SUVs in China oficials say Mitsubishi so far has supplied fewer than 20,000 new sets of brake cables China's B-share market opened trading to domestic investors for the first time Wednesday the B-share market now has a total listing of 114 firms half an hour after opening in the morning 90% of the firms hit their upper limits for trading of the day stock markets drew more excited traders than usual experts say that almost all B-shares opened higher by 9.30 in the morning by noon the indices of B-shar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businesses had increased by 91 and 46 points respectively traders believe B-shares will continue to increase in the future experts though are warning of the risks the first B-share company listed in China appeared on the Shanghai Stock Exchange in 1991 now let's take a look at how China's stock markets did this week the Shanghai Composite Index opened at 1940 points on Monday and soared 44 points to close at 1985 points on Friday but limit them only between the outlying Taiwan held islands of Kimmoy and Matsu and Fujian province on the mainland such links were previously possible only by a third place such as Hong Kong or Macau but the mini links are still restrictive and would not benefit the Taiwan people as much as direct links would 지는 добавIA direct trade and personnel delings